人是受傷 很多人的說話入了心裡面 這些說話有時很少很少 很簡單 例如說一句說話 我講一些例子 為何我會講這些例子 因為這些其實是溝通的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例如說我在多年之前曾經有人 我忘記了他評語關於我講到甚麼 我忘記了是甚麼 當然有 人都有 我都想說聽到人的評語是可以有很多反應 其實Shirley也有很多時候給我評語 我自己要學習去很正面去剔 很正面去剔 為甚麼呢 人都可以不正面去剔 即是可以說這麼難 學劇也學不到 很辛苦 為何總是改劇這麼好 你已經很正面去剔 但我想告訴大家 人是會有感覺的 即是我想說 人是會有感覺 但因為我學到 我學了 我告訴自己不要給它影響 我要正面 還有我要由這件事學習 我才能夠成長 於是我心裡就能夠學習到這種感覺 但為甚麼我會講這種感覺呢 我有一個點的 我告訴你以前曾經有人評分這個廣眾 在我心裡就有種擔心 很害怕 不知道說到別人會否聽 會否很悶 即是會有這種感覺 有一次我就說出這件事 即是我就這樣說 有時我講到有時害怕 不知道別人聽會否很悶 那一個教友又是那個教友 他又馬上反彈了 他就說 你不要看別人怎樣想你 不用那麼緊張 他很直接的 即是他直接說出 要不那麼緊張 不要這麼想這些事 沒有事的 在這個過程中 我想說出一些事實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那件事人可能沒有感覺 其實人一定有感覺 不過問題是這個人 究竟成熟處理 究竟成熟處理便沒有事 在我來說 有成熟有不成熟的一面 我都會告訴你 有成熟和不成熟的一面 為甚麼呢 有成熟我就說好 我要努力 我更加覺得好 但不成熟有時就糟了 不知道今次說得好不好 會不會有人悶傷呢 會不會長了呢 總是有些出來 即是說我不是每次都能夠 看得那麼好 但我不是告訴你 你們不用 你們很害怕告訴我 其實我告訴你 我是頗成熟的 即是我想告訴你 我頗成熟 但我想告訴你 我頗成熟 都一樣會有感覺 何況很多人 不是很成熟 更加會有感覺 即是你說是不成熟 但其實我覺得很正面 我覺得 是的 其實你可否覺得 負面一點 即是可以幫人 不要這麼想 負面的就是 你不喜歡我 說到 你不喜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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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這個就很負面 我說到沒用 有時候 其實你經常都很正面 經常問自己 即是 有些真的很負面 完全不可以幫他 完全不可以幫他 因為他會覺得 你不喜歡我 是你們不好 是你們不好 所以你們這樣說 是的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事實來的 其實我在網上 我在QQ經常都幫人 我幫人 我就發現有很多這些 這樣的調應 有個 最近都剛剛有 即是我周時 有些人 我一定無論他 有個團隊人 他都說 我真是很殘 我做到很灰心 很不開心 經常都覺得做得不好 又很灰乾 即是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那我就告訴你 其實 神是欣賞你的 神是幫你的 你有努力 你不要計較 你做得不夠好 即是很多人都其實 有很灰乾的一面 我想說 就是 郭少傅說是對的 我來說 我都很快 儘量用正面的 但是 都依然有一些 有時候會有些 不好的感覺 何況那些人 不能夠正面的 當時 是不是我們更加要 好小心 好小心我們的 說話 可以刺傷人 但我們不要說 那些人那麼脆弱 做人很難 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說他 什麼說話 又不是怕得那麼緊 但總之 每一句 都會想 紫囊 你是不是需要 現在需要上班 這樣 有一個很neutral 關心他的 你趕不及了 你趕不及了 夠時間了 快點回去 這樣就變成 很關心的表現 但如果要加上 任何的說話 就會有種刺傷人 當我們 首先 學了解什麼 學敏感 敏感 我們什麼時候 會被人受傷害 被人傷害過 你有沒有留意到 什麼時候 有些人傷害過 有沒有留意到 有 那你留意到 你就不要把那些家人 身上了 是不是 那你留意到 就知道 原來我們有時候 有些說話 可以這樣一生 這樣的時候 我們 由我們自己被傷害的經歷 學到敏感別人 敏感別人 又懂得學處理自己 又懂得學幫助 這就是溝通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 溝通不是包裝 溝通是真誠的祝福人 真誠的愛人 關心人 關心到人可能被傷害 可能不開心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都很大意 粗心大意 是 例如我今早聽到那句說話 其實我在講 也有提到這件事 那句說話 為何我會立即 我為何會說出來 是有點噁心 是有點噁心 那你 那句說話 完全不是刺傷我 那句說話 絕對不是 我覺得那句說話 會刺傷別人 因為有人祈禱的時候 有另一個人說 那個祈禱很可愛 很好笑 為何我會說出來 因為我就是想讓大家知道 原來我們有時會這樣 對呀 不小心 有時不小心 所以我們為主恩代 幫助我們 阿仲恩你既然開始說 不如你正正式去處理好不好 正正式去處理 但是其實 其實沒有事 真的沒有事 看你來說沒有事 你問他 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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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今早祈禱的時候 你不是說 主呀 忘記了主 是誰 然後阿彪很開心 這樣笑 會不會令你不想 你開心笑沒有問題 你再加多一句說話 很可愛 很可愛 對呀 因為他說完 哈利路呀 你很有趣 就笑了 這樣的時候 不要緊 不要緊 你不要緊 你說出來 為何我們會這麼勇敢 說出來呢 因為我們就是能夠去 幫助人去面對 很多人不敢面對 當時你第一個感覺 你記不記得 你記不記得 你今次提到 不過其實是很困難的 我知道 因為你的關係 有雙重關係 你現在撇開了 你現在撇開了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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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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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問你 你不是更好 當他說卡地尼亞的時候 他覺得很有趣 你覺得這句說話 聽的人會不會是正面 受到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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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覺得是正面 對呀 你自己覺得是正面 不然 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那人的感覺 我認識他 那時的感覺 他認識他 那你呢 我認識他 你認識他 你認識他 其實他在這個時候答 是有種尷尬的 但我想說一件事 無論那人做甚麼 除非他完全是扮小丑 很有趣 他的藝術都很好 但當他說哈利路亞 很有趣 你們可能覺得是完全沒甚麼 你覺得 你覺得有趣是覺得哈利路亞 是很有趣的 不是呀 因為剛才師傅在說 如果你不知道說甚麼 你就說哈利路亞 然後他就 煮是嗎 忘記了 煮我們贊給你 哈利路亞 差不多 是煮 為什麼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可以直接說哈利路亞 但我覺得很有趣就是 加上前面的人 我覺得很有心 主呀 很有趣 他第一次這樣做 真的很欣賞他 會加上自己的一句 是這樣的 現在我明白 但聽的人未必知道 原來我 說得硬一句 又說哈利路亞 這樣有趣 他未必聽到這樣有趣 他只是聽到 我說哈利路亞 說得很有趣 有些不同人不同 會聽到這樣 因為那個有趣 一定要解釋 譬如你說 那個小孩 跳舞跳得很有趣 他就知道 你說的跳舞很有趣 但如果 譬如他 他不知道你做甚麼 譬如他正式說的 但是你說他 不應當的時候 不應當的時候 他可能會以為 誤會了 不知道你是否這樣 所以 這類的說話 我們一定要解釋 一定要解釋 如果不是那個印象 就會誤會 好 謝謝主 謝謝主 握手 我跟他握 握手 你明白他的意思 得意是這樣解釋嗎 是的 你好好 謝謝主 謝謝主 好 我們今天到這裏為止 我們今天講過的 是幾樣溝通的內容 因為我們說過個小時 所以他沒有回答人 而很重要 其中一件事 我們touch on 就是講到 這個 傷害人的感覺 或者不疑人的感覺 還要性 下一次 很久 我們便會講到 男女溝通的分別 即是那個溝通的 是男女溝通的分別 溝通的分別 OK 好 我們一起祈禱結束 求主 祝福我們 小心我們的言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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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